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微琪 今天我們要play的地方是瑞芳 一起去看天燈吧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要來吃基隆庙口的營養三明治 超多人在排的 字幕志愿者 它那個麵包外皮炸得非常非常的酥 而且但是麵包腰起來 非常非常的有嚼勁 很好吃的麵包 它美乃滋蠻多的 所以它美乃滋的香氣也很濃厚 配上它有很多一些那種配料 像有火腿啊還有蛋 還有清脆的小黃瓜 其實外表雖然看起來好像炸得很油膩 可是反而其實吃起來沒有那麼的感覺油膩 還蠻清爽的 配料上來講我覺得這樣吃起來口感很多層次 因為你可以吃得到那種火腿的香 你也可以吃到蛋 就是它還蠻多層次的 還有像小黃瓜跟番茄 就是可以中和一些油膩的口感 現在要來吃阿華炒麵 他們家10點半的人還是很多 而且他們家炒麵很特別是有加咖哩 咖哩味超重的 在排隊在買的時候就一直聞得到那咖哩味 現在這一打開來也是滿滿的咖哩香氣 他們家豬肝很大塊耶 挺大的 而且一塊兩塊三塊還蠻多塊的耶 先來吃看看豬肝 還蠻軟的 因為豬肝有的時候最怕就是吃到那種很硬 然後會很柴 而且他們家豬肝是軟的 還不錯吃 再來要吃他們家的麵 他們家的咖哩啊比較是屬於那種印度香料的那種咖哩 就是 因為日本的咖哩它會比較偏甜 那那種印度的那種咖哩會比較偏有一種辛辣感 他們是比較偏那種印度的咖哩味道 很香 因為今天點的是石井啊 所以他們裡面有豬肝還有蛤蜊 還有些肉片跟竹輪 它每樣的配料啊 經過他們咖哩炒過之後 都很入味 都是那種滿滿的咖哩香氣 喜歡咖哩的人應該會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真的超重的 繼續吃 現在要來吃的是天意香肉羹 我們買了它的滷肉飯跟肉羹 先來吃看看他們的滷肉飯 它的肉燥看起來是那種長條型的肥肉 不像是很多那種都是切得方方塊塊的那種 它是屬於長條型的 然後一打開香氣還蠻濃的 很好吃耶 它的鹹香感十足 配上它的飯啊 是那種濕潤的口感 好好吃喔 然後啊 每一口都可以吃得到它那個肥肉 可是卻不會很油膩 也就是它會在你口中這樣化開來 跟著你的飯啊 那種跟香氣這樣 一起化在你的嘴巴裡 很好吃耶 看到威琪都停不下來 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再來要喝他們家的肉羹喔 他們家的湯這看起來是屬於那種輕輕的 不像一般那種肉羹湯是屬於那種勾芡感的感覺 他們家的比較沒用 先喝看看 很清甜耶 它那個湯頭啊非常的清爽 有點在喝那種蘿蔔排骨湯 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清爽 對啦 它有那個 它還有加菜 所以整個很甜 甜味真的很甜 來吃看看 肉羹 好Q彈喔 很多那種肉羹是屬於比較偏扎實的口感 他們家的肉羹啊 是Q彈的耶 好吃 而且裡面好多塊 份量還蠻足夠的 起跳都有 七八塊 好喝耶這碗湯 湯頭很清甜 肉羹又很Q彈 這一碗也是給過喔 今天的行程到這邊就結束啦 是說基隆廟口夜市真的長得很特別耶 他們的夜市啊 規劃成有點像是那種旗樓 然後一間一間隔得很整齊 但是啊缺點就是 他們的座位非常的少 也非常的小 所以內用的時候啊 通常都要等好多人喔 如果要內用的話 要等的超級久的 因為人潮實在是超級多的 最後要記得幫我一起的FB IG GYT通通按讚訂閱分享起來